有人说看这部电影 一定要提醒下观众可以呼吸 电影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 就会成为怪物的猎杀目标 观众别带入太深 把自己给憋坏了 这种怪物没有视力 看不见东西 但拥有超级敏锐的听力 和非常快的速度 以及刀枪不入的皮肤 当他们来到地球后 世界几乎在短时间内就陷入了崩溃 只有少数人牺牲了以往 大部分的生活习惯 才幸存了下来 导演想要创造一个 狼群被放在了托儿所的世界 这期班长猫就为你来详细剖析 寂静之第三部曲中的这种怪物 它们的起源 它们的生物特征 它们如何才能被打败 起源 这个怪物它被称为死亡天使 它们来自另一个星球 属于外星生物 母星毁灭爆炸以后 它们跟着碎片坠落在了地球上 除了落在电影故事发生的美国纽约 还落在了世界其他地区 在一份2018年11月的报纸上 还提到了上海 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以前 怪物就已经降临到了我们的世界 外形 冰影里怪物又黑又硬还特别快 很难看得清楚 实际上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总体上成人形比较消瘦 整个身体重心靠前 身体姿态如同大猩猩和蝙蝠的混合体 体型比人类略大一些 体重则比人类要大得多 重量可能来自于能够防弹的坚硬皮甲 它们的前肢很夸张地长于后肢 与人类比起来 看上去像是额外多出意见 当然你也可以说 下面用于支撑的一整段都是它的爪子 它的前爪有三根手指 又粗又长 像女孩子的小腿那么长 指尖非常尖锐 极具穿透性 手指内侧成波纹状 增加了抓握的摩擦力 后肢短于前肢 脚的形态如同一把折叠刀 只有一根脚趾 样子和前肢一样 但大了许多 头部看上去像一个开裂的皮球 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 看不到耳朵 嘴巴似乎无法完全闭合 尖锐的牙齿搏入在外 有点像毒液的嘴巴 头上裂开装的皮甲可以翻开 如同地狱卷心菜一般的耳朵 就隐藏在这里 生物特征 在射电中怪物的母星上没有光 因此怪物们不需要眼睛 而是通过声音来捕猎 经过长时间的进化 它们的听力异常敏锐 能听到远处的声音 并清晰地分辨声源的位置 具备生物声纳系统 能像鲸鱼蝙蝠那样 利用回声定位来勘测周围的情况 如果需要更为精确地判断声音来源 头上的皮甲还可以打开 如同雷达天线 对声波进行三角定位 准确地感知声音的来源 这些怪物自己发出的声音 则如同不小心踩到 成年木制地板的声音 死亡天使还能够与电磁波谱相互作用 对电子设备产生电磁干扰 所以当它们靠近的时候 灯光会闪烁或者停电 死亡天使曾经生活的母亲 环境要比地球残酷得多 引力也要比地球大得多 因此造就了它们不一样的身体构造 这些生物是如同异形一般的完美进化体 完美到足以在它们星球爆炸毁灭时 能够幸存下来 并搭乘爆炸产生的碎片 穿过大气层落在地球上 报纸上写着无法摧毁 子弹没用 炸弹没用 护甲无法穿透 它们的身体也不怕火烧 通过报纸上的报道来判断 初期与人类交火的过程中 怪物占得了上风 毕竟它们在星球爆炸和宇宙航行中 都幸存了下来 按照作者的设想 如果这些怪物不解除防御模式 暴露自己的弱点 它们几乎是无敌的状态 死亡天使同时拥有超级力量和速度 能够轻易摧毁钢铁和其他坚硬的物体 它们是止足类生物 用止关节行走 跑动的方式比较像奔跑的蝙蝠 需要时它们也可以保持身体直立 死亡天使的移动速度相当快 最高可达300英里每小时 可以轻松追上行驶中的车辆 人类根本无法脱逃 跳跃能力也同样惊人 轻松越至防顶物成问题 死亡天使杀人并不是为了食物 没有发现它们有吃掉尸体的行为 在第三部的前传中 有体现过它们会以坠落的行星碎片上的物质为食 人类这种能够发出它们所不了解声音的东西 被死亡天使视为某种威胁 因此它们本能地想要铲除掉这些威胁 但没有虐杀的行为 设定中 死亡天使是能够思考的智慧生命体 并且同类之间能够进行沟通交流 拥有完整的生态系统 怪物的弱点 没有视觉 让死亡天使在地球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 显得非常吃亏 目标如果没有发出声音 即使就站在面前 它也一无所知 当周围有多个声音来源时 它无法更精确的分辨 假如有人在瀑布下面大喊大叫 它的听觉系统 也只会识别到瀑布的声音 更大的声音 死亡天使在这一招上吃过不止一次亏 而且屡试不爽 太过敏锐的听力 同时也是它们的弱点 高频声波会让它们的听力系统过载 从而使其陷入痛苦和惊软的状态 无法自控 此时脑袋上的皮甲会不由自主地掀开 处于局部神经紊乱的状态 似乎是这种神物头皮发麻的表现 主人公就是用特殊的助听器 硬控死亡天使 这个助听器对小女孩本人 其实是起不到助听作用的 通常情况 死亡天使在后脚的保护下坚不可摧 但它的皮甲之下的肉体和组织器官 可以说是相当脆弱 不仅可以被普通的子弹打穿 少女用钢管也能捅穿 而且头部的伤害对起来说是致命伤 立马就卸菜了 另外由于身体密度过大 它们无法在水中游泳 并且从第三部电影的表现来看 它们的憋气时间也远不及人类 以上就是寂静之地里死亡天使的解析 那么你能想到哪些方法 来对付这些怪物了吗 评论局里说说你的想法吧 万一真笨到了怎么办 关注班尘猫走进电影的世界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